世界衛生组织为健康而走活动 三百多人台湾人队伍 巧遇WHO秘书长谭德赛 而人在现场的新北市议员陈乃鱼 一个剑步冲上前 手上还拿着台湾黑熊的玩偶 当面指纹 面对质疑 谭德赛不断强调 台湾能不能加入WHO 得经过会员国投票决定 而对于这个说法 卫福部长薛瑞源 在国际记者会中隔空打脸 那个时候是经由 这个WHO的干事长的邀请 并没有通过所有的会员的投票 所以我想谭德赛 在干事长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跟实际上的状况 是有一些落差的 不只当面质问谭德赛 随团出访的无心带等人 更高举习近平病毒海报 冲进日方驻日内瓦办事处 抗议中国打压台湾 对方报警处理 警车道场瑞士警察 将人团团包围 检查护照登记 他们只有说 就是大使馆周边 其实下午的时间是不建议让游客 或者是外人走进来的 最后警方其实也很温和 就放我们走 我国积极争取参与WHA 外交部卫福部在日内瓦 举办外交酒会 十一国友邦卫生部长力挺 台湾连续七年没有受邀 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不少民间团体在会议开始前 直冲瑞士表达诉求 要让台湾的声音被世界挺剑 三连新闻 郭思文 朱淑军 台北参访报导 太洁与 太洁了 太洁了 看他